歡迎收看 您現在收看的是參與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觀眾獎 參與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影響記錄 資料庫跟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視訊的節目 來讓大家去關切 在一些爭議性背後 或者是我們看到一些衝突的社會運動的 這個議題的背後 其實它隱藏了非常多 有關於它的制度性 結構性的問題 要大家能夠不是只有看到 這個熱鬧的部分 也能夠進一步的去看到這個議題背後的 門道 那我想在這一兩個禮拜 其實在台灣社會 有一群人非常的關切 一個議題 我要講一群人 事實上我發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不少人對這個議題 其實是冷漠 甚至無感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他跟我們的生活 其實會有很大的關聯性 就是在3月19號 在台灣的一位NGO的人權工作者李明哲 他去中國 然後失蹤到現在已經有20多天的時間了 但是事實上一直到了3月29號才中國國台 才證實說因為李明哲可能是涉及到的 這國家安全的問題 被中國的國安部門給拘禁 但這個議題發生之後呢 其實在台灣也開始展開了一些救援的行動 一些NGO出現召開了記者會 那包括了這個李明哲的太太呢 也幾次的這個公開來表示 他甚至說 他覺得在目前台灣的政府不管是這個陸委會 或是海氣會 其實都沒有辦法給予他有意義的協助 或是有些具體的這樣的一個救援的計畫 所以他要親自的去北京一趟 所以他打算在4月10號 中午呢這個去北京去救他的先生李明哲 那這個議題其實是 不是一個單純的所謂的間諜案 他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所謂的人權的問題 他恐怕他背後涉及到的兩岸關係 以及在台灣的人的言論自由 或者是他的這個民主政治 是否也會因此而受到影響了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文山社大校長鄭秀娟來跟我們談這個議題 秀娟你好 滾老師你好 網路的朋友大家好 我想應該很多人還是會感到很好奇 雖然這個問題恐怕你已經被問過很多遍了 就是說你們什麼時候知道李明哲時鐘這一件事情 然後據目前所知道的這個失蹤的理由到底是什麼呢 李明哲是3月19號早上搭長榮航空的飛機 8點50分左右的飛機到澳門 然後根據長榮航空的紀錄是10點50分左右就落地了 然後在公安的紀錄是11點50分左右 他有路徑的紀錄 然後從此以後就人就消失了 沒有被逮捕的紀錄也沒有住宿的紀錄 那3月19號是禮拜天 然後3月20號早上的時候我是被我們的老師通知 就是因為李明哲的臉書上面有他中國友人在找他的一個訊息 所以他打電話來知會我說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因此我緊急跟那個李太太聯絡 確認李明哲確實是失蹤了 到目前為止除了剛剛國台辦 我剛剛念到國台辦大概稍微簡單的說一下國安理由 那有沒有什麼叫具體的這個所謂的國安理由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呢 我們包括家屬其實都不知道國安理由是什麼 那根據過去中國的抓人的國安理由 從寧達事件到洪崇一教授的事件 還有李明哲事件 我們其實都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那他原本是到中國做什麼事情 他跟我請長假 請了一個禮拜的假 那他是說因為他要帶他的那個岳母到中國去 那時候他還沒讓我們知道說他岳母是因為生病的關係 後來我跟李太太有溝通了解才知道就是說 其實李明哲他每一年都會到中國去一趟 去拜訪他在他認識的中國的朋友 那這一次是因為他為了要同時要幫他的岳母 去尋求他的那個癌症癌後的一個醫療資源 所以他時間是定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岳母確實是在3月大概23號的時候 動刀動手術 所以他急著在這個時候去幫他岳母做手術後的一個醫療資源 看起來從家屬這邊得到的這個消息其實就是一個很單純的去為了他的這個岳母 然後去尋求這個相關的醫療資源 不過也有人會去做了一個所謂的揣測或是假想就是李明哲過去其實曾經擔任過民進黨的黨工 曾經也幫蔡英文輔選 那他其實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會透過微信來向中國的這些網民去介紹這個歷史 那會不會因為他有某種的這個過去的政治經驗 甚至是去幫蔡英文這個助選的經驗 甚至包括透過微信去散佈一些這個歷史 但我不知道他談了什麼東西而引起了中國的不滿 那導致他今天被這個無故被失蹤的狀況 因為李明哲他在他被失蹤之後 所有的人認為就是大概是他民進黨前黨工這個身份才引起了敏感度 那甚至也把他跟那個台灣的陸山共諜案這個部分做連結 但是目前來講我們都沒有得到任何的訊息 因為包括中國從來也沒有正式通知他的家屬 雖然他們很清楚他的家屬是誰 雖然海基會也不斷的送公文過去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正式通知我們 他們只有在回答記者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得到確切的訊息是人在他們手上 是公安的理由就這樣子 當然這個實際的理由我們不是很清楚 那是不是剛剛談到這些原因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所謂的被失蹤的狀況 其實包括那個是不是有通知 或是所謂相關的這個審判 或是有相關的這個資訊 其實到目前為止都仍是一團迷霧 那這也是讓家屬會特別擔心的地方 不過我去看了一些李明哲的資料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當然這件事情可能也會引起中國非常不滿的地方 就是他在2014年開始 他就開始透過這個微信去認識的中國友人 大概每個禮拜會有一次的時間 在微信的群組會有這個開講 透過語音的功能 然後去介紹台灣的白色恐怖跟到轉型正義 整個的這個所謂的歷史經驗 甚至他也會去主動的寄出一些書籍給這些中國的朋友 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現象 我不知道你聽不清楚李明哲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透過這樣的一個網路的這種所謂的語音的方式 來去向中國去傳達或是去告訴他們一些台灣的歷史經驗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就是中國跟台灣是有這個兩岸關係是特別的 那對我們台灣來講 中國對我們是有很大的暴力 這個集權的因應 所以在台灣的NGO組織工作者 其實是普遍來講有一種想法 就是如果中國的可以更民主一點 中國的人民可以更有力量一點 那麼整個亞洲他會更安全一點 那何況是台灣這樣的一個錯的一個小博這樣 那所以雖然說我們跟中國的關係有時候是敵對的 有時候是略為友善的 但是民間來講我們只要是非政府組織的工作的 都有一體有這樣的共同的體認 就是透過民間力量讓兩個國家的關係更好 讓整個台海之間是更安全的 也因此是這樣子 就是我認識的環保團體的朋友 其實這20年來是不斷的想辦法跟中國的朋友 一起來為環境貢獻 另外李明哲像他這樣子一個關切人權和民主的一個公民 他能夠做的就是他透過微信去跟大家分享 他認識到了台灣的歷史 他其實是根據他太太所說 他對歷史是非常有興趣 而且就是有研究的潛力 所以他在這樣子的一個微信講座 據說是他的講座的品質是相當好的 他的質量是相當好 也因此他的微信的群眾越來越多 中國跟台灣之間的NGO之間的交流的經驗 我們待會也許在下一段的節目當中再繼續的討論 不過我想李明哲做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很特別 但是雖然他想去分享這個台灣的歷史 但是我不曉得 我不知道你是不知道他不會擔心自己被陷入到某種的這種危險當中嗎 因為這個對中國而言 我為什麼要知道白色恐怖 你談白色恐怖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歷史而已嗎 這個歷史的背後是有非常多複雜的這種所謂的政治的關係 甚至威權的關係 那他不會去擔心做這件事情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嗎 我覺得這個擔心是很有趣的 因為李明哲他第一個他已經他在民進黨從來也不是台面上的人物 他也不過是前黨工而已 那他今天離開了民進黨之後他做了一個公民 他即使是在參加人權運動團體 他都是擔任那種行政疏務工作 別人做不來別人不耐煩做的他都願意去做 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台面上人物 他跟台灣就是熱心公益的人士是一樣的 他們就默默的用自己的方式在做 那李明哲剛好他對台灣歷史他自己覺得說 他有一點吸收消化的能力 所以他開這樣的講課 他這是他認為他可以進一步貢獻的 那他在這裡面 他也不是政治素人 他有一定的判斷 他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台灣公民 他不覺得他有這麼大的威脅 他知道他自己也許做的事情是敏感的 但是同時他也知道就是因為他是台灣人 所以他比中國人有更多的條件 可以來主動做這件事情 我想也許對李明哲來講 這是一個在稀鬆平常也不過的事情 就是把我自己讀到的知識 來透過網路的方法來跟大家分享 當然我們在分享過程也希望能夠讓大家去離心一些事實 或者是產生一些改變 但是我想他可能也萬萬沒想到說 今天去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他卻會造成今天的這樣一個後果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李靖瑜就是李明哲的太太 其實也幾次的在參加了記者會 我不曉得現在他們家人 就是李明哲的家人的這個狀況 心理狀況是什麼呢 我想應該蠻多朋友去關心這個問題吧 李太太因為他跟李明哲 他們兩個比較像是志同道合的一個夫妻 所以他們在這些事情上來講 他們很清楚 他們習慣扮演的是公民的角色 不習慣扮演家屬的角色 所以李太太他一直相當的低調 那面對媒體的採訪也比較多 都是由我跟跆拳會的秘書長來擔任 那我只能跟大家分享 因為他非常不喜歡分享這些事情 他的因為李明哲的家人還好 然後呢就是李太太的家人也相當的支持他 那李太太當然因為面臨這樣的一個 身心焦慮的事情 他確實是在身心的狀況很不好 但是他的理性是很清楚的 他可以不斷的去確認說 在救援他先生的這個個案 跟人權運動的進展 他應該怎麼拿捏 他其實是不時的就是跟我們做這些討論 也很明確的給我們NGO組織 跟我們台灣政府很清楚的立場 他要把人有尊嚴的救回來 我想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特別是我們在媒體上面看到幾次 這個記者會這個李靜宇的這個發言 其實你會發現他其實 我們可以感受到那個所謂的焦慮跟不滿 但是他還是非常可以這個條理分明的 而且是堅定的說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事實上在李靜宇的這個第二次的聲明當中 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會特別強調一件事情說 他在自己見到李明哲之前 李明哲所做的供詞跟陳述呢 我就是李靜宇他是一概不承認的 為什麼 因為李明哲可能會在威脅利誘下 做出一些非自願性的表白 為什麼李靜宇會去說出這樣的話呢 或者是說出這樣的話的時候 其實他想要宣誓或是表達些什麼嗎 因為李靜宇他是長期研究 臺灣白色恐怖的一個史料 所以不管是在臺灣白色恐怖 或者是中國他最近抓的幾起就是 國外的那個公民的一個案件 他都很清楚 那個李明哲接下來他就是會被要求認罪 那會被羅茲罪名認罪 包括洪崇義教授他很可能都是在旅館 被要求就是寫下一些自白書 只是這些自白書或是這些影像 是被留著被查 萬一如果你到國外以後做出對中國不利的指控 他們會把這樣子一個資料 就是把它公開讓你就是醜化你這樣 所以李靜宇為了維護李明哲的尊嚴 跟他作為一個臺灣積極的參與公益的一個 MGO組織工作者這樣的身份 他在一開始他就事先就寫下這樣的一個聲明 他希望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就是要從公眾的角度公眾的管道來 而不是私下交易私下個案的這樣子的救援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有人提出一些所謂的私下交易 私下救援的這些建議嗎 這樣子的一個 因為在兩岸關係的一個這樣不穩定狀態來看 就是說這10年來台海兩岸之間的一些人的救援 基本上都是相當程度都是透過所謂的密使或買班來進行 這其實是一個當然這可能是在跟兩邊之間的特殊的關係 可是這回到剛剛談到李太太的這種一種所謂的尊嚴 或者是這是一個公共的議題 那當然要從公共的方向去做解決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也看到了李太太 他特別要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到中國去親自的去救李明哲 那為什麼要親自的去 難道沒有除了私下的交易 我們不想要去接觸 可是官方呢 那其他的方法難道不是一個更好的做法嗎 自己去會不會把自己丟到一個更危險的地方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過頭來再討論這個話題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宰報新聞 4月8號動保團體志工扮成母雞 來到了麥當勞總部抗議 他們說營收170億的麥當勞至今還在使用殘虐母雞的鴿子龍雞蛋 動保團體公布影片說明 所謂的鴿子龍雞蛋就是在A4紙張大小的鐵籠裡 飼養了三、四隻母雞 空間狹窄不僅缺乏人道也容易讓雞之生病 而把母雞當作產蛋機器的做法 完全違反了動物的天性 動保團體就批評 在美國、歐洲、南非等地的麥當勞都已經訂了時間表 要逐步採用動物福利雞蛋 但是台灣的麥當勞卻還是裝聾作啞 面對指控麥當勞回應強調 有遵守台灣食品的衛生法規 他們會持續評估未來是否要改用放牧的雞蛋 台鐵產業公會春節依法休假 有300多人配合公會行動 但是在事後台鐵就寄出了礦質單 並且預告要寄過懲處 公會因此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4月6號首度召開了調查庭 開庭時公會也在外喊口號發聲 公會不滿 裁決結果都還沒有出來 台鐵就急著要清算 第一次調查庭上 勞動部也找台鐵出席 不過台鐵只派兩位律師當代表 台鐵產業公會向勞動部喊話表示 這是史上規模最大的公時違法及清算公會案 全台的勞工都在看 他們要勞動部硬起來 勞動部表示 裁決結果預計五六月會出爐 4月7號教育部長潘文中出席活動時 十多位學生突然舉起了標語抗議 抗議的原因是 勞動部之前預告將修法讓大專院校 畏懼本職的兼任教師適用勞基法 在當時勞團就批評 教育部不應該做分割 他們認為不管有沒有本職 兼任教師都應該要全數納保 但是在最近政策急轉彎 教育部捨棄之前的承諾 決定不將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 而是修改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來保障兼任教師 這樣的政策再度引發了勞團反對 高教工會就指出 即便修法 教育部還是向校方提供運作彈性 只要事前署面通知他們就能直接解聘兼任教師 修半套的新草案未能解決革新的問題 活動結束後 攀文中回應 教育部尊重校方自主 不方便過度限制行政程序 新版的專法已經可以彌補過去的不足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廣宗時光 在我們剛剛的這個大原仔報新聞裡頭呢 有一個新聞其實也是我們一直長期在關切的議題 就是有關於兼任教師勞健保的問題 那這個勞健保問題 其實我們知道他其實教育部不願意 最後發展是不願意去納保 然後除了在之前把他分成本質跟非本質之外 他最後乾脆是說 那我們就乾脆不要納保 那這其實引發了不只是學老師們的不滿 其實在前幾天 有一群學生就在教育部部長派問中出席的 藝術設計人才培訓的整個展當中 他們就到現場去抗議 就要求教育部要去重視老師的勞動權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 在這一波的抗爭的活動當中 不只是老師學生也出來 因為其實老師跟學生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 緊密相連 一個老師的工作權受到的問題 或是他沒有辦法好好的去教學受害的 其實不是只有老師還包括學生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的現場 我們要來跟大家繼續談李明哲的事件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跟大家邀請到的是文山社大的校長 鄭秀娟 秀娟你好 滾老師好 我們剛剛也在前一段的節目當中 提到了這個李明哲的太太李靖宇 其實他要單單身的 但是單刀附會 跑去北京 然後要去營救李明哲 這個不是把自己放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嗎 就是他第一個會有人理他嗎 第二個如果沒有人理他 他他要怎麼辦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他必須要去做出這樣的決定 台灣的政府沒有提供任何的協助嗎 你太太做出這樣的決定呢 一來是他評估了就是說 在台海兩岸的就是兩岸的這個關係 目前並沒有積極的具體的 的一個救援的進展 那中國其實基本上是不回應家屬 也不回應台灣政府 那台灣的政府呢 在目前看起來 除了就是 對家屬的安慰 以及就是跟我們保持溝通 討論如何救援李明哲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具體的一個協助之外呢 我們也不清楚台灣的政府可以怎麼樣繼續作為 那李太太認為 在這個僵局之下 他不可能 放著他先生在中國 繼續被 被拘留的這個情形 繼續發生下去 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由他自己來展開行動 他作為一個人道 家屬人道的一個探視的這個權利 他認為這是一個在國際上被允許的一個普遍的一個基本要求 所以他認為透過他自己這樣的行動 他可以達到他想要探視他先生 給他先生一點支持的這樣的效果 也就是他並不是所謂的真正的救援這件事情 而是最起碼的這個探視探望的這個基本的權利 對 那李太太當然他這樣做 對我們這些NGO組織來講 我們都知道這是有一定的風險 對 那他的家人就是雖然一開始也是有了一些沸騰 但是後來大家基本上也都是支持 嗯哼 對這其實我想很多人都會很擔心這一件事情 不過相對於這個政府似乎看起來是無能為力的這個狀況底下 台灣的NGO其實反而是比較熱烈的去支持這樣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去參與這個救援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呢 這個差別在於就是 李明哲真的是一個太普通的台灣公民 嗯 他可以是一個你可以把它置換成 他可以是一個熱心救援流浪動物的人 他也可以是一個熱心去撿海邊垃圾的人 然後他也可以是一個熱心跟別人傳達說 台灣的民主經驗台灣過去是如何從白色恐怖陰影走回走到現在這個一個境界的人 那所以雖然他今天他是比較關心人權 可是實際上他真的只是一個普通的熱情的台灣的公民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看到的這個NGO其實花了很多的時間願意去協助這個救援 不過其實在網路上面或是也有一些評論是這樣子認為說 其實為什麼會發生李明哲的事件 是因為在李明哲事件之前的大概一兩週就是所謂陸生共諜案 就是周紅旭案其實也在台灣發生了 那很多人就覺得說其實我們這個我們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就是包括這個陸生共諜案 我們也是把它抓起來把它拘禁的 然後接下來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大部分也都不知道 所以有人會覺得說這是一方面是來自於中國的這個所謂的報復行動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其實你看台灣有比較好嗎 台灣在這個事情上面跟中國好像也很多相似的地方不是嗎 根據我的了解就是台灣應該是說不管李明哲或是這個陸生他們到底是不是間諜 不是我們可以了解的 因為確實就是這個是進入到司法偵查的部分 但是根據國際的一個通用的法律正當程序來看 台灣在面對陸生案是在逮捕陸生的第一個時刻他們就通知了家屬 而且陸生是在在審判庭被裁定就是拘押的 那並不是像李明哲一樣就是被消失了 而且呢過了五天在家屬召開了記者會 然後呢再過了幾天以後 國台辦才面對記者的詢問才終於鬆口說人在他們手上 而且他們從來沒有主動通知台灣政府跟台灣的家屬也不回憶 那我不知道就是說先撇開政治問題來講 從法律的一個保障來說 人身的保障來講 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是有違背他們做為一個法治國家的一個秩序 嗯哼 即使是這所謂的間諜其實也有包括他基本的審判的過程 或者是基本人權的這些保障 那換句話說 從你剛的意思是如果這些家屬沒有再去做相關的這種記者會 或是沒有媒體直接去逼問國台辦的話 這件事情說不定還是真的會使成大海是嗎 是這個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也就是因為李明哲只是一個普通的熱情的台灣公民 那麼他就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就是NGO組織認為更應當積極的救援他 因為這表示任何一個普通的台灣人都有可能被中國這樣子的一個極權的一個處理這樣 嗯哼 在剛剛談到的這個李明哲其實他透過了這個不管是寄書送給中國友人 或者是透過微信去做這種所謂的公眾的做廣播 然後去介紹台灣的白色恐怖跟這個轉型正義的經驗 事實上類似的做法當然不見得會跟李明哲一樣 可是台灣有很多的NGO或是NGO的工作者 其實長期也跟中國的NGO其實是保持一定的關係 可以請秀卓來告訴我們 就你所知道的台灣的NGO在過去這幾年來是一二十年來是怎麼跟中國的民間社會的互動呢 我過去長期是關注和參與的是台灣的環境保護運動 那我的了解就是說中國有非常多的團體的包括地方層級的一個政府部門 他們都到台灣來取經就是台灣的環境保護的工作 包括就是怎麼樣處理垃圾 以及怎麼樣就是怎麼樣處理垃圾 以及就是說怎麼樣做環境教育這個部分 那包括我自己都曾經接待過就是蒙古地方的一個地方層級的人 他們就是來學習台灣怎麼樣收集垃圾回收資源這樣 那第二個就是說社區大學已經成立了就是19年了 在18年前我自己在文山社大丹安主任秘書的時候 我們就接待了廣東來的一個地方層級的一個民間團體 包含就是地方的可能書記之類的 那他們其實是對於台灣的這樣的一個成人學習的學校的經驗是非常有興趣的 那我們也認為就是說台灣就透過回應人們學習的需求 其實是可以給人們知識的力量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是不只是在台灣全全國各地去協助成立社區大學 我們也協助了中國很多地方成立社區大學 那包含就是所以這十年來其實中國跟台灣的這種社區大學的交流是非常熱絡的 就我所知每年至少一場以上的學術交流 這樣的一個交流會因為包括最近這一兩年的兩岸關係日趨緊張而減緩嗎 我們的了解就是說除了這些可能是申請在案的一些學術交流或者是參訪的交流之外 其實在這十年來就是台灣有非常多的非政府組織工作的被邀請到中國去協助他們做工作 作者的一個培訓或者是幫他們做可能是公開的一個培訓工作 我們也會邀請中國的朋友到台灣來接受我跟我們一起參與這種培訓成長的一個工作方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交流很可能就會在我的了解是確實在這半年下來他會快速的成績 不過我自己也觀察到一些台灣的NGO跟中國NGO的這個互動 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哇這個尺寸的哪捏或是所謂分寸的哪捏 或是那個關係的哪捏其實有時候是很困難的 比如說你可能太過於介入或是太過於關心 那基本上可能特別會碰到某些可能跟政治有關的議題的時候 事實上可能會對這些中國的NGO造成一些困擾 或者是說會造成某種他們的恐慌 你們會有這樣的擔心嗎 會我們會有這樣擔心 包括就是李太太他其實在面對就是我們在說明 李明哲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被中國看上然後抓了他 這件事情的時候李太太其實是認為就是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人被抓走了以後是我們被抓走的人要交代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才會讓別人想來抓我們 而不是抓我們的人應該主動交代 他用什麼理由來抓我們 憑什麼他可以抓我們 那這第二點就是如果我們去談就是李明哲在中國做了哪些事情 那麼可能就會涉及到就是說聽他微信的這些朋友 或者是接受他捐屬的這些朋友 是不是等於是置他們於顯地呢 所以李太太一方面就是李明哲其實不太讓他太太知道太多的細節 就是做這種雙重的保護 而李太太也不認為我們應該再去深入的去探究說 李明哲到底在中國做了些什麼 因為事實上就像大家所疑惑的 李明哲真的不是台面上的重要人物 他真的就是一個普通人 在過去這幾年其實不只是台灣的NGO跟中國NGO是有一些接觸 事實上國際之間 特別是歐洲很多國家的NGO 也跟中國NGO是有一些接觸的 甚至會在中國去建立的這個辦公室 不過在今年其實中國實施了一個叫做境外非政府組織 NGO的境內活動辦法 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限制 對於中國國外的資金去協助中國 這個NGO事實上是有比較嚴格的這樣一種控管 特別是當他被認為是一種所謂境外反華勢力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會比較嚴重 第二個問題可能是更嚴重 是不可以去從事政治活動 你做一個NGO的參與者 又特別經歷過了李明哲的事情 你怎麼看這樣的法案 你覺得這個法案會不會造成更大的這種阻礙 這個阻礙是台灣跟中國之間的交流 反而會因此而更疏離 然後其實是更不友善的 應該這麼說就是李明哲這個事件 我的觀察是 我比較憂慮的是 它會造成台灣人的自我檢查 也就是所有的NGO組織的自我檢查 那這樣子的自我檢查 它其實某種程度就是所謂的在助長霸凌時期的 周邊的圍觀的力量 怎麼說 那應該是說我們就是所有的社公司 心理醫生都會告訴我們 就是霸凌的一個最嚴重的 的一個對象就是圍觀者 因為圍觀者它其實是處在於 自我的傷害的這樣的一個境界 這樣的一個角色 大家在圍觀的時候 其實就是承認了自己是無能的 無力的 然後同時又因為圍觀 所以開始自我檢查 然後它形成了一種沉默的暴力 它就整個社會來講 就是大家對因為武力 因為恐懼 所以讓這樣的一個陰影 智掌 這個就是社會就是在面對暴力陰影的時候 很難進步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認為就是要打破這樣的一個僵局 就是反而是應該是透過集結 團結的力量 然後透過知識的力量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像我們自己社區大學 我們就會希望我們來辦人權教育的講座 不管是看到中國的問題 或是看到穆斯林的問題 或是看到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 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這些人權的處境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知識的增長 還有一個群體的力量 其實人們才有可能去正視這樣的一個暴力的霸凌 然後這時候我們可能不用做什麼 我們只要說我們不支持 我們不贊成 我們不認同 那麼這樣子的暴力的陰影就比較不容易滋長 對於李明哲事件 我覺得這可能會是對我們社區大學 或對台灣的公民的一個機會教育 這件事情其實某種角度上其實是蠻吊詭的 李明哲是一個非常關心甚至研究白色恐怖的人 他也到處跟大家講說 這個白色恐怖到底在過去台灣的經驗是什麼 可是他其實是面臨到某種的這種白色恐怖 甚至這個白色恐怖變成一種擴張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這個白色恐怖不是來自於這個國家內部 而是來自於另外一個政權另外一個國家 你怎麼去看到這個其實看起來是有點荒唐 或者是一個非常吊詭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就是集權國家的人權問題確實是全世界都在關注的 那只要有一個國家他是這樣子的一個集權 尤其中國的經濟力這麼強大 台灣每年有五百萬人都到中國去 那台灣有非常多的人的經商都是在中國 所以他對於整個亞洲的一個安全確實是影響力很大的 所以李明哲會優先對於中國做這樣子的一個努力 我覺得一來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客觀的分析 二來也是因為事實上台灣有非常多人 是確實可能是家裡面三代還是從中國來的 所以這裡面也有某種程度的就是想要去積極的幫助 跟自己同樣講華語的這樣子人的一個情感 我想這是一個特別我們要值得我們在持續關切的這個話題 他不是一個話題而是一個事件 這事件是一個具體的事件 他其實特別是剛剛談到台灣跟中國之間的交流是日益的密切 不管是在就學經商或是旅遊上面 事實上兩岸之間應該要怎麼去發展 如果要和平而這個和平的發展 不是在一種懼怕恐懼之下的和諧 而是能夠真正的這個自由 然後自由的互動彼此的認識 甚至彼此的成長 這應該也是大家比較關切的一個面向 今天非常謝謝秀萱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來跟你談相關 或其他重要的話題 謝謝你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第一位 ay anc&簡單的 細節在帶小 unattを 替 áreaANK Jigio 5、4、3、3、5、7、3、9、1、12、3、ーン、20、10、1、9、hores、4、5、油、3、0、3、3、PL、20、ridge、1、수가1、1、9、4、15、8、22、24、用1、8、2、100、6、6、3、U、2、1、3、0、We mobility、2、2、0、IX、4、9、6、N、8、2、1、2、5、 sla Expect that par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